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繼續麻煩你幫我們分享一個 虎女在還孕期間經常遇到的問題 然後我們如何用同類療法去處理它呢? 今天不如說一下 如果那些孕婦差不多到預產期 但是又提早作動 所謂的早產的時候 我們在臨床上有什麼療劑 可以告訴我們的聽眾呢? 有些人只有預產期 但可能在預產期未來的幾個星期 其實已經開始作動 上山了 我們也有些不同的療劑 當然第一 你就覺得它作動 抽痛 初初可能是不太有規律的抽動 也可能不太密 媽媽越來越密 你知道有些血出炼 很明顯它就要生了 我有幾個療劑 第一個療劑就是奧烏頭 我以前就叫做烏頭 奧烏頭的症型 通常患者是覺得很不安的 很緊張的 很害怕的 好像死了死了 我就快死了 這是烏頭的驚慌精神狀態 但當病人有顯示這些情緒症狀 這就是療劑 歐烏頭 Aconite Napaillus 另外一種就是羅馬金谷 Carmamilla 羅馬金谷的主要症型 病人感覺到痛得很厲害 痛得他忍不住 是呱呱叫的 那些痛就從下背开始延伸到大腿兩側 最主要是他覺得痛得發瘋 你如何去安撫他 如何去安撫他 是完全無用的 這就是羅馬金谷 很多時候沈蚊子都是耳朵痛 發呱呱叫 這就是Carmamilla 羅馬金谷 接著就是印度防己 Coculus Indicus 這種都是在下背脊的小腰中 有一種抽痛 一種不規則的抽痛 亦都覺得他人很不安 很癢的痛 好像不受控制 這個就是印度防己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发现 如果那些人不夠睡 很多時候出現那些症狀 都是印度防己很有用的 另外就是馬前子 Nuxvomica 馬前子的症狀 痛得來 他經常感到有些急疗 急便的感覺 但又摸得不到 他經常感到便舒服 但他摸不到 那些病者通常都很敏症 很生氣 很沒有耐性 情緒就是很死 很敏症的情緒 最主要是有種感覺 我要摸了 但又摸不到 想去小便 又小便不到 這個就是馬前子的症狀 接著就是白頭翁 白頭翁 白頭翁的病人 通常情緒都很不安 而且很容易哭泣 他覺得哭泣 或者好像很可憐 但他表達出來的症狀 是在哭泣的感覺 白頭翁很容易流露感情 很容易哭起来 而作動也很慢 接著就是咖啡 咖啡的秋冬是很激烈的 基本上受不了 病人的產婦 大聲喊 大聲地叫 咖啡的人比較緊張 不安 很不穩定 很多人喝咖啡 喝過後會特別敏感 所以對痛也特別敏感 就是咖啡 咖啡的固定 接著就是炭酸甲 Caribonicum 通常都是作動 痛、下腰痛 那種痛是用大力壓住 便會舒緩 这种是Caribonicum 即是下腰痛 接著用力壓住便可以舒緩 大概有幾隻療劑 大家到時可以考慮應用 是的 如果一般的產婦 都會有正常的產期檢查 但是剛才提到的情況 就是 他比預產期之前 突然之間 即是未到預產期 可能是幾天或幾個星期前 突然之間出現作動的情況 當他正在痛的時候 可以用什麼療劑 剛才醫生介紹了 可以用到療劑 可以舒緩 或者解決到 甚至乎 令他停止了 即是他本來要早產 用了療劑之後 便可以穩定下去 可能等到預產期才開始生生 即是不會令到婴兒出生的時候 遇到其他不想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家中常遇到療劑 遇到問題的時候 便可以立即做到有鼻無環的作用 亦可以舒解了很多不必要的嚴重問題出現 不需要去到之後 要再找辦法去處理這些問題 多謝袁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余醫生預約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我們剛才介紹的療劑 或者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聯絡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海外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余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愈利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好,謝謝你,袁醫生,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